这是我儿子 我儿子回来了 娘 这是淑云的公爹 这是淑云的表妹 见过李老爷 姑娘 别怕生 什么都别想 踏踏实实在这住着 需要什么 吩咐老丁 来 谢谢李老爷 走吧 坐坐坐 慢点啊 喏 我孙子回来了 我孙子叫崇光 是淑云的丈夫 也是你的姐夫 阿淳见过姐夫 给姐夫请安 来 来来来 坐坐坐 看我这孙子啊 这两天呢 让他爹呀 逼着半差呀 着急上火啊 嗓子都哑了 奶奶 我爹以前吧 也有一个失业 也是着急上火 说不出话来 给耽误了 从此就哑了 啊 崇光啊 你不会再也说不出话 来了吧 淑云啊 别说浑话啊 你这姐姐呀 在我们家 可是一半 一会儿啊 嘴天如蜜 一会儿力如箭的 全凭她高兴 谁惹不起她 奶奶 你孙子她可不听我的话 我得让她知道知道 我的手段 你可别狠呆呆地瞪着我 如今我阿淳妹妹一来 你本来就瞧不上我 现在看我就更不顺眼了 是不是 行了行了 看看你啊 我孙子嗓子都哑了 你欺负她是不是啊 也不怕你妹妹笑话 好了好了 奶奶给你求情 我今天就饶了你 看你还能撑多久 好了别闹了别闹了 阿淳姑娘的住处安排 好了没有啊 奶奶 就住我们西乡房吧 我啊 让她们打扫出来 让给我淳妹妹住 这样呢 彼此说话也方便 也好 也好 真有这事啊 这崇光啊 还真是个花花肠子 那舒云心机也不小啊 这不是王熙凤 整治游二姐的手段吗 我也拿不太蠢 不过 这个女的也绝对 不是什么表妹 肯定是和崇光有关系 庄哑巴 就是怕露馅 莫非这里面有什么秘密 肯定有 这如此事儿可得弄明白 李家要是有人做出这种龌龊事来 一定得查明白 你看你娘我 手挂这么多年 都是清清白白做人的 眼里可柔不得沙子 回头 回头 我去淳小姐那儿刺探一下 如果真有这事儿 我第一个先让老太太知道 娘 要真有什么 你先跟我商量 切莫自作主张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 妹妹 见到你阿斯哥了吗 没有 姐姐忘了 我眼睛看不见 可她已经看到你了 是吗 她看见我了 是啊 只不过人多眼砸 不便跟你交易 等到天色晚了 她自然会来的 那你为什么不问 她为什么不便跟你相认啊 她一定会亲口告诉我的 这 阿淳怎么样 怎么了 阿淳怎么样了 阿淳怎么了 去吧 她等着你呢 你都告诉她了 我没那么多事 你还不多事 你把她弄到家里来 说是你表妹 你什么意思 按着什么心呢你 让啊 你接着让啊 你让她听见啊 今天哑巴都白装了 你白装了 你说 我安的什么心 当初咱俩可是约定好了的 我帮你救阿淳 你帮我离开李家 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不仁 我不能不义啊 我可是说到做到 我一定要让你跟阿淳团聚 再说了 我不说她是我表妹 那我说什么呀 你的相好 老爷安排吧 反正你是没安好心 你也不想想 李重甲见过阿淳呢 他正等着找阿淳别扭 这下好了 你把阿淳弄到他眼皮底下 万一穿了方 害李家不止 要是害了 害了你爹呢 反正我是为了你好 好心当成李干脆 起来 这 立刻把这封信送到火山庙 面交铁山将军 是 少爷 我 怎么还不走啊 每天想着盼着 现在人家就在旁边 别让人家等急了 我害怕 阿淳要是知道我结了婚 他非生气不可 好是不理我了 我 我 我不想活了 又又 你个大男人 没事就哭哭啼啼的 真没出息啊 没想到这个傻小子 会对阿淳 那么痴情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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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云 来 多吃点 阿淳姑娘 别客气 你也多吃点 谢谢二太太 阿淳表妹 多吃点 谢谢姐姐 菜还合口味吧 挺好的 这个鱼好吃 你们多吃点啊 多吃点 真好 奶奶 娘 对不起 来晚了 崇甲回来了 快快快 快吃饭 来 坐这儿吧 来 给 谢谢奶奶 来 谢谢娘 怎么样 淳姑娘 在我们礼府待得还习惯吧 一切都好 多谢崇甲哥的关心 既然觉得好 就多待一阵 奶奶喜欢你 你姐姐呢 也想你 你姐夫啊 崇甲 嗓子好些了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有一星期了吧 好像是从淳姑娘来的那天开始 对吧 淳月 来 崇甲大哥记性好 大事小时都记得 是不说淳姑娘到现在 对你这姐夫 是既为赌气形 又为闻气声感 没事吧 没事吧 我这妹妹又没读过什么书 听不懂李广代的拽子 吃饭吧 吃饭吧 怎么还不好啊 是不是再换一个大夫啊 这 来 你们都吃菜呀 多吃点 来 多吃点啊 给你 吃点 你干的好事 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让阿淳赶紧走 行 我明天就去跟奶奶说 让阿淳走 在走之前我要跟她说话 拒绝她的疑心 阿淳蒙的眼睛被蒙在鼓里 什么都摆在心里 太可怜了 后事园子里人少 我带她去逛 你在假山后的等我们 我给你带她的家人 你带她来的家人 我带她去哪里 你带她去哪里 我带她去哪里 你带她去哪里 你带她去哪里 坐 阿淳先在这歇会儿 我叫他们拿些茶水 瓜子过来 姐姐请自便 阿淳 阿淳 阿斯科 你还好吗 我很好 我也很好 不 你说苦吗 没有 淑云姐姐对我很好 那家人也都对我很好 请允许时间 我有陈世 没来见你 你不要怨我 你不要怨我 不怨你 我 我在李家的 的事 可能 可能还得一段时间 不过快了 你好好养伤 不用担心我的 我明白 你来的是好人 我不担心 你真不怨我 阿淳 你眼睛还没闪现 不能哭啊 阿淳 阿淳 别难过啊 别管心 阿四 我是见到你高兴 阿淳 阿淳 怎么是你们俩在这儿呢 大娘 淑云呢 淑云哪儿去了 听声音 你应该是大太太吧 给大太太请安 阿淳姑娘 不是我说你呢 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还没有出嫁 你说这园子又没个人 你跟你姐夫姑男寡女的 在这儿说悄悄话 今天可是多亏我看见了 这要是让旁人听见了 看见了 你说这闲言碎语的 大娘 你真是的 淑云才去取东西 这么一会儿时间 什么闲言碎语的 你看二少爷说的 这明明是我 我亲眼看见的 大太太 您说得对 我们年轻人难免会 不拘小节 多谢大太太的提醒 姐夫 大太太说得对 你的嗓子好了 这跟阿淳姑娘一说话 听出来了 是好 都七八天了还不该好啊 大娘 您的意思呢 大娘 您管得也太宽一点了吧 您刚才说的话 我可都听见了 我妹妹的明节用不着您操心 丈夫是我的 妹妹也是我的 我不操心 大娘您倒操心 有您什么事啊 我这不是好心 您一个寡妇 鬼鬼祟祟 听墙根溜壁角的 就不怕传出去 成了闲话呀 行 咱们现在就去老太太面前 把这话摊开了说 我又没说什么 您没说什么是吧 那您没事就走吧 我们年轻人在这儿说说话 您就别待这儿了 大娘您慢走啊 行 行啊 行 我走 我走啊 您可听真了 哎呀 娘听的是真真的 叫的就是姐夫 哎 这不是姐夫淫妇吗 我可就不明白了 这书云 为什么反过来 又护着他们两个呢 哎呦 不明白 不明白了 是桃花呀 啊 是我 哦 姐夫 您有什么事啊 我有话说 阿淳 让我进去 今天太晚了 别人看见不好 有事明天再说吧 好 好 好了 完了 完了 阿淳准是生我的气了 这四斤都完了 完了完了 我看未必吧 完了 阿淳妹妹很聪明的 她准是猜出了个大概 她准备 她不认你 她不认你 是在保护你 对对对 阿淳很聪明的 什么都瞒不住她的 可要是真知道我结了婚 就这样瞒着她 骗她 她还听我打埋伏 心里就要多委屈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阿淳 都怪我 我不应该把她弄了 当然怪你 你已经想报复 自作聪明 瞎胡闹 如今到这步田地 我看你这么舒畅 阿淳表面上通情达理 可心里 绝不定多难过 她今天就在花园里哭了 她眼睛有伤 还没拆血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不能哭 她现在 她现在肯定都在哭 我告诉你 阿淳要是哭坏眼睛 我跟你没人玩 我要你赔 我都认错了吗 你怎么还回不饶呢 就 就你们家阿淳金贵 反正我也没认同 我现在就把我的眼睛挖出来 给你们家阿淳 你小心一点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 我真的去告诉阿淳 说我跟你结婚是假的 不 你喜欢的是她 你还是她的 不 不会 我真的是告诉她 开 姑奶奶 我求你了 别闹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别闹了 放开我 不行 开 这就是你给我的信 说什么两三天之内 让李玉堂的计划 全盘败露 是卑职低估了我叔父瞒天过海的能力 可能这个阿淳跟他们是一伙的 这是明摆着的事 既然坐在滴水不浪 一点把柄都抓不到 总办之位 朝廷已有旨意 总督将军巡抚三大先选票 目前候选人只有李重光一个人 你我的能力 把你加上是没问题的 可是我只有一个选票 大人 这李重光能做总办 全赖李玉堂和欧宣服勾结 为止以为 这样欧里出现裂痕的话 世界还有转机 好 你倒是说说看 这裂痕在何处 大人 我们只要 这总督不叫总督 要叫布堂 或者叫智台 这巡抚不叫巡抚 要叫府院 或者叫府台 这都是有学问的 朝廷让你来办事 是要你督着寻着 可是你要先弄个院子 有个台子 这台子上边的叫唱戏 这台子底下的是规矩 这规矩有明有暗 官场讲究暗规矩 不可不知 就说签字吧 如果我这字是竖着签的 你就要一半到底 我的字要是横着签的 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半 好 上司要是在准的后边 签个实心句号 说明这件事啊 你必须全心全意办成 要是这点了个空心句号 意思是不要办 这叫签了字也是空的 啊 帝 您去去说 我说前些日子 舒云为什么闹着 让你休了它 没 没有这事啊 不是没有 而是又不闹了 为什么 两口子的事情哪有准呢 跟那个什么蠢丫头笨丫头有关系吗 没 没关系 那不是书云 那是书云的表妹 没有这样子的亲戚 她哪来这样子的表妹 是书云跟我这样说的 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爹 你放心 我 我对书云 全心全意 指定是实心句号 书云这孩子 还得靠你来改造 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就为你试问 是 官场的规矩多 进门说什么坐哪里都要讲究 嗓子不好 什么也吃不了了 吃呀 人都瘦了 这还是能吃的 谢奶奶 来 来 这也能吃了 谢奶奶 吃吃吃 来 给我吃点 能吃的 多吃点啊 淳姑娘 不用客气 多吃一点 谢谢姐夫 姐夫不用客气 吃啊 来 吃 多吃点 老顶 阿淳姑娘的眼睛什么时候拆线 就在后天拆了线 阿淳姑娘就能看见大伙了 我 我们陪她去 后天要开制造局股东大会 三大线都到 好 投票 选总办 那你看我行吗 我妹妹莫非还用得着你操心啊 后天我一个人 带我妹妹去拆线好不好 好 奶奶 二叔 我有点及时 先告退了 你还没吃完呢 好 你姐夫的不是你姐夫 反正这件事情 说来话长 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你了 我跟阿四结婚是假的 姐姐 你不用说了 不 得说清楚 我这个人哪 就是心里憋不住话 阿四 他是你的 他一直都是你的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 但是我心里明白 阿四哥 没有变 我知道 阿四哥都是为了我 我的眼睛 我很笨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唯一能够帮助他的 就是不给他惹麻烦 就是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 我信阿四哥 你相信我自己 还要更信他 再说 爱他是我心里的事情 用不着每天 都听他口头保证呢 我只要做我该做的 替他着想 不管他知不知道 我的心里 就很踏实 阿淳 拆个线而已 没事的啊 姐姐 姐姐你一定要在这儿等我出来 来 我在这儿等你 你放心 放心 对不起啊 我们要进去了 没事的啊 没事啊 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走这儿 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嘞 早点 让一下 好 拿着 拿着 请看 这是八九氏毛巾子机器 由德国毛色武器制造股份公司制造 得一致皇家防务委员会专利 是眼下世界上最先进的枪子生产机器之一 这台机器一天能生产719毛色枪子700粒 加工刻造1500粒 第一期我们进了六台 就是4200颗呀 对 好 什么时候能够开工啊 调试机器配备原料长则二十天 少则半个月 第一批样品就可以下线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放手了 放手里面 放手了 放那边 改齐了 把刀子改齐了 好 这边 这边 快点 快点 里面放那边 放一下 大人 是去码头吗 码头 就干什么 蠢才 是火车站 不是码头 让你去接个人越来越不会办事 布唐大人 下官有点小事 去处理一下 是非 好 是非 大人 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小姐是从杀面的圣人医院直接去的 没有礼节的人跟着 有没有派人跟着她 跟着的人跟丢了 去 把她给我追回来 格杀勿论 对 小姐格杀勿论 蠢才 小的愚蠢 小的该死 小的即刻去办 好 李果太说了 您先坐到黄沙的轮渡 黄沙那边有船接应 再送您去香港 哪儿来的 是她给的 这是她的心爱之物 多少年没离过神 你知道她在哪儿 这个 我当然是知道的 那你带我去见她 你答应过我 要带我离开李家了 那崇光怎么办呢 他是李家的儿子 我可不是李家的儿媳妇 这个你是知道的 后天一早 我陪阿淳去医院拆线 就不回来了 这么早 越快越好 那好 我先送你去香港 我会叫人 给你准备好船票 欧小姐 欧小姐 您看 这人都来了 欧小姐 请吧 来 日露 天露 这人都来了 没中间 六落 秘书 footage 肉 满头 哦 会不会是买游艇啊 那天他跟我说 想要游出江要不要买艘啊 或者是 或者是去见熟人了 你们俩出了什么问题 你要跟我说实话 复台大人 总督将军和铁山将军 都在外头等着呢 除非有疏云的确切消息 忽然我是不会去投票的 总督大人 将军大人 欧大人刚才说他 扎门元气有伤 不能分别水谷老毛病了 让二位大人不要再找他 老肚子 是 少他一票 我们这排场 不是白戳在那儿了吗 再等等啊 你现在活过来了是不是啊 放手啊 你真宁啊 出来啊 小的在这儿 也会干燥 竟有你的 你 快帮忙啊 别人回去 走啊 走啊 我这辈子欠李家父子的太多了 怎么都还不上 现在要欠阿四的 我只有救你帮我了 我跟你走 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今朝拜追随孙先生革命 心里想的是天下苍生 王书云小姐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 暂且再李家忍耐 来 我就知道 欧老二知道门儿不在了 所以躲着不出来观礼 我倒要看看 他好到什么时候 这是卑职派去香港的人 带回来的 他 他是个车夫 当时就是他 拉着李重光 王拉四 我这里还有任正 随时能来广州 还有那个阿淳 卑职已经把他的情况 摸得很清楚了 这事干得漂亮 我给你记一大功 干嘛去啊 阿淳姑娘呢 写子顾上这么多了 我的少爷 这稿子到底备熟了没有 阿淳的忘了 欧小姐和阿淳都不见了 我还被什么稿子呢 我告诉你 阿淳姑娘如果我不见了 回头我把人偷给你 但是你现在不见了 我现在就把人偷给你 我的少爷 这点稿全都是你的戏呀 那到底怎么样了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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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都等着你呢 听我干嘛 你给我听 对对对 你不认词 你不认词 诸位大人 诸位来宾 诸位同僚 好 好了 慢慢睁开眼睛吧 这是摄政王的末宝 拿开看看 就是这这样的死人 怎么搞的 你不振 不要用尸位的 学舅上以为要兴kien 官员 要求連其成宗 那一负 我都能高兴 大清是谁 大清是皇上 是摄政王 我们做对的事情 错的事情 唯一的衡量标准 是让摄政王满意 摄政王非常看重广东 但广东是乱党猖獗之地 为了催办制造局 急切担忧 竟彻夜难免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把制造局赶出来 半月之内 一定要造出好东西 大人的意思是 一会儿制造局总办选票 我们三人投票 我会投给李重光 也就是那个王阿四 明白吧 我比你更想见到这帮 永禄贪婪之辈 看到这东西时的可笑嘴里 接下来 那张照片能搬到李渔堂 就算搬不到欧巡府 也足够他喝上一大祸 可再接下来该怎么办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